歡迎來到我的行校大學堂 我們今天講的是為你練書 為你練書今天講的是第3本書 講的是哪一本書呢 是這一本 場景革命 場景革命 一開始我看了他寫的是不錯 裡面講了很多觀點 在中這本書我不是隨便看一看就給大家介紹 是真的我是沒有 書裡面我都有去看 看完之後我會認為說 你在這邊可能會面臨到的是什麼問題 然後可能在我們在運作方面的話 我們是會面對什麼樣的狀況我會把它節錄起來 然後來跟大家來看說 到底 我們裡面看到的是有什麼樣的問題可以來來做 做一個 回應 等一下 弄一下 我的 那 這本書 講坦白的我看了一下 有 一點 又一點 弱 因為這本書我看完了之後我一 打開看我看到裡面的液體其實是不錯的一些液體 可是 我看完完完蛋了 你不能說完蛋了啦 這本書是 吳森 吳森所寫的 吳森可能大家對他比較不熟悉但是如果講他之前 跟共同一個人創辦人創辦了一個 一個東西 的話你可能 大家還會有印象 我在我的直播裡面也介紹過這個人蠻多的 羅 羅帕 羅帕 羅吉思維 羅吉思維能成功其實吳森的 的一些行銷手段 行銷方法跟行銷程式也是蠻有 前期的 吳森算是前期 羅吉思維前期的 創辦人 後面我們知道說換了一個 有換人來做他的行銷模式 吳森其實他在大陸也算是蠻 蠻有才氣的一個人 對 那我會說我看到一半會覺得 這本書一半好一半不好 對台灣來講 大陸的電商跟大陸社群的那種 靈敏度跟那種速度 是贏台灣你們真的贏蠻多的 這我不否認 這我已經一直在我在參與過的一些 一些演講裡面有講說台灣的電商現在 台灣電商的能量 市場能量輸大陸已經輸好 輸一大塊了 因為這個大陸你去看大陸 大陸人他們真的是以電每個人 幾乎是以他要出來創業或是要做什麼事 他說是以物聯網 以電商的模式在做積極的 整合 積極的整合 那台灣 這種氛圍還不到 所以 大陸的 電商物聯網社群 行銷這一塊 社群運作這一塊 是非常強的 真的是非常強 所以這本書 以目前來講 推入台灣是OK 為什麼說 以目前來講推入台灣是OK 因為這本書其實是吳生在2015年所寫的 兩年前的書了 兩年前的書了 但是以台灣現在 電商的人才 我真的講坦白的 我出去看了一下以台灣電商目前在經營的模式 他裡面講的在2015年講的這些東西 其實 台灣人如果有來看的話 其實 會感覺 哇 怎麼好新潮好前衛啊 有什麼好東西可以來用 以台灣人來講是OK的 但是如果是以我們這個已經跟大陸有 那麼強強的接洽 再知道他們的一些運作法 我感覺 這本書對我來講 就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 比較 不是不好 他裡面講的一些點都是蠻不錯的 等一下會介紹他 只是他講的例子都是2015 2014 2013的例子 你知道電商 電商這個環境是變化非常快的 所以他經過兩年的時間 他裡面的例子還是20152014的例子 你就看起來 這個都已經合併了 都已經併掉了 在現在的場合好像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在關注我們知道嗎 所以這裡面 你如果來買這本書的話 其實 可以看他裡面的一些說明 那例子裡面的例子是有點舊了 所以 你可以看一些比較新的例子 但是他裡面講的一些 有關於場景革命的幾個重點 為什麼講場景 重點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認知 那其實這本書 不是他最新的書 我想說這本書出出來如果有紅的話 應該他後面會出另外他2016的另外一本書 就IP 就IP陣頭站 就現在的個人的制裁權 網紅這一塊 這一塊的可能會 作為他可能是鋪陳的 如果這本書賣得不錯的話 他在台灣打起知名度的話 可能下一本書就會出來 因為他在2016年有 出了另外一本 另外一本叫 206 他有出了一個超級IP 商業 方法 超級IP就是之前我們在講的 像去年 去年嘛 就一直很多那些什麼 零月傳啊 或什麼那些都是 其實都是網路 網路有 有些 很火紅的這些 這些連續劇被拍的很火紅 連續有的 都只是網路上的 連載小說 這就是被人家買了 放不開來之後 變成紅了 這邊大陸有前一陣子 去年 去年有前一陣子 去年有大師 在收 在 在找這些人 在網絡這些人 在買他們 把它併過 就買他的什麼 買他五年之內的創作 說這是大陸在全年一窩瘋的在做這種事情 我看你在網路上好像有一點聲量 我看你網路上好像寫得不錯 OK 我就買你了 就把你簽下來成我的 旗下的藝人 你這五年寫的東西都要給我 那真的是大陸是完成這樣子 所以他在2016年有寫了這個超級IP的商業方法 也是在講說如何來去 發掘這些 新的這些網路上一些新的IP制裁權 這些東西 OK 我想說他應該下一本書會再出來 寫這本 那這本書裡面講的 裡面幾個重點 他講的是我感覺還不錯啦 如果是以我們台灣現在在對電商的角度 來看的話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他在 10月份好像在 我來講表 10月份 買這本書10月份好像還有一個 10月份好像有在 在在哪邊 在台北的和平西路 和平西路那邊 那一個什麼 那張紙我把它丟了 他有附一張 外邊有包一張紙 如果你們去書局看的話 會有 那我在說在10月28號吧 還有一個 簽書會 無聲不是無聲過來 好像無聲沒過來 是 這是 只要有人 社群顧問的指令 陳思傑 陳思傑 出來 出來講 出來介紹這本書 導讀啦 就是導讀的動作 那我是OK啦 我剛剛是不要 說這本書的弱點是他講的例子是2015啦 但是他裡面講的其實是我們現在在看了很多 都 會講到的一些東西啦 我就把幾個重點來跟大家來講 他裡面講的幾個重點是還是講到說 以顧客的角度 來做為 出發點 所以當你在設計的時候不要再以 你第一個就不要再以你自己廠商的角度來做 你應該是想要顧客他想要的是什麼 想要的是 這是 之前有講過 顧客的需要 昨天我也那本書也有講過 顧客的需要 你認為這是顧客需要的 但是顧客不是 他買這東西 或是他來享受你這個服務 或是在 在動他的需要 他是 最終目的是他想要幹嘛 他想要幹嘛 所以他裡面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講的是說 你的產品 是場景 產品是場景的意思是說 你如何讓你的產品 可以跟使用者跟消費者結合在一起 讓你的產品原本就是變成是一個 消費者可以去 融入的一個場景 或是可以作為他一個宣傳 在社群上面運作的一個場景 就在大陸現在很明顯的 或是現在你再看到很多餐廳 端菜上來 不像以前的模式 現在餐廳會火紅 其實有一點 這也是我要 跟大家來講的 因為可是 坤林你可以聽看看 現在餐廳能火紅 是為什麼能紅 是當這些 商家把他們商品 他們的菜色推出來的時候 他會把一道 甜點 一道菜 跟顧客介紹 為什麼他們店裡面推出這道菜 而且下一個動作說 你聽完這個故事 好嗎 你聽我們這麼用心做這個蛋糕 你感覺怎樣 要不要先來一個 和拍一下 消費者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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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把他感動 很利快的 跟他朋友做分享 哇靠 臉背的行銷 這就是 他講的產品 以及場景 你要怎麼去運作他 另外一個就剛剛 第二個的分享 其實是獲取 就我剛剛講 他分享出去的 其實就是你得到的 因為臉背的行銷 臉背的行銷 然後再過來就跨界 連結 講的就是 現在在做這些東西 有時候 不是你剛剛推出這產品之外 推出這產品的服務 或這產品的東西而已 你應該是想說 跟這產品有什麼樣的連結 而這連結也是 可能購買你這東西的消費者 購買你這服務的消費者 他可能會用到的 那就應該把他加注進來 那加注進來也不是說叫你 一定要去創造一個 這樣東西來服務 有的話你可以去 沒有的話 合作 合作跨界的連結 合作 你可以 自己跨界 我原本是做這項服務 但是我知道來我這邊的消費者 可能來我這邊之後 他可能還是需要另外一個東西 那OK 那我就把這個公司 也納入我的 附加服務之內 這會產生 使用者更加黏著 黏著度 然後他這邊 先流行其流量 這流行其流量的意思就是什麼 抓住社群 社群趨勢 你抓住社群趨勢 你就是抓住了流量 因為使用者 還是比較會 一窩蜂的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一窩蜂 如果你能抓得住 風頭的話 那就是OK的 那他裡面也講到說 你到底要不要專注產品的 研發 他提議的是產品研發是OK 但是你要提議的是產品對消費者產生的意義是什麼 這才是你的重點 而不是專注在研發的時候這產品非常好 在我們在做行銷案件裡面有很多非常多案子 我有時候再提幾個案子來給你們看 有很多產品其實他的功能非常好 功能非常好 可是他就是賣不出去 這相機怎麼乖乖都好像模糊模糊的 鏡頭好髒 OK 為什麼他都賣不出去 因為東西太好了 使用者 你沒跟使用者說你用他這個工具 會創造出他什麼樣的需求 會創造到 會滿足他什麼樣的想要 滿足他什麼樣的渴望 沒有 你只會跟你講 東西很好 OK 那你這東西是白白的 買做東西 你是要先跟 想好 這顧客可以滿足顧客什麼東西 不是你做出功能就好了 功能一大堆 沒有跟 顧客的想要聯繫在一起 那都是 廢物 那真的就是廢物 OK 他裡面也講得很清楚 這我之前也都講過 所以他在這裡面也講 講了一些重點 這都是有看有做筆記 OK 他裡面講的就是體驗 但是消費者現在要的就是一個體驗模式 他就是要你做體驗 所以他一直在裡面強調就是體驗 他在體驗裡面 有講到幾個重點 我來跟大家 闡述一下 他剛剛講 產品到底重不重要 要不要一個極致的單品 還是要以使用者為中心 就剛剛所講的 還是要是以實驗者為中心 OK 然後裡面 他有在講到是 現在 你的商品 因為他講的這些我在現在2017年都年底了 他這是2015年年中出的 因為他裡面講的例子最新的我看一下是2015年年中的例子 已經過了兩年的一些事情了 他講了一些東西我是感覺是現在有一些 變化但是還是 這個重點還是有 就我們一直在講說 現在其實你商品的控制權 你要做什麼商品 現在已經我們在講的已經不是B to C 不是B to B 也不是B to C 而現在是C to B 我現在強調客製化的一些問題 那客製化一些問題也不是說什麼東西我們都客製化的太 太掌顯了 其實 其實 不是叫你每樣東西都是客製化 我們昨天講過了 人都是很懶的 是懶人 所以說網路上一堆懶人包 有沒有懂 所以忍 其實他不想動腦 你可以強調你是客製化 那OK就好了 這一點你記得強調客製化 就好了 那他要什麼樣的客製化 你讓他感覺你有客製化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你如果讓他全部客製化 那我感覺你沒生意 因為他使用者不曉得 他會猶豫 到底要幹嘛 要A好 要B好 要C好 要D好 感覺A也不錯 B也不錯 C也不錯 那我要A加B加C 到最後他就算了 好喔 好複雜喔 好煎惱喔 到底 A 比較可愛 B 比較美麗 C 比較大方 那我又想A 又想B 又想C 這男生的心理化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 不是全部都客製化 完全的客製化 有些東西你是 他有客製化我們在客製 但是還是要有些知識的選擇 他客製化就是 太over 你現在人 你要記住一支點 我一直在強調一個點 就是 人 都是很難的 所以不要把什麼事情都說 有一切由客戶來決定 我們要做客戶 我們要做客製化那是沒錯的 沒錯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過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他裡面寫的點 那我撿到說空間的連結啊 這些 他撿到說 連結的層數 你只要是說你有跟 跟其他一些廠商或其他一些 行動互聯網的時代 你去做跟他做連結的話 那效應會 Double的 會有Double的成效出來 所以要說 不要只是 做單一 單一的項目的 行銷宣傳 你應該要的是 跟 更多的 合作方式來 來做 然後 他講的是 他自己講的說 這幾個可以讓大家請稿一下 他說 有四個空間連結方式 可以來介紹大家 就是他講場景 場景 他主要意思在講說 你如何去 創造一個讓使用者 很容易進入的一個 進入 想像的一個 你的產品 創造出來的一個 一個空間 空間 現在要的不是 只是你去陳述而已 你要的是一個 空間場景來 讓使用者可以進入 這才是重點 所以他講的 剛剛講的一個體驗 也是他的重點 然後他講的裡面有 這個在場景連結的方式 他裡面有講個四個點 一個是說 讓場景的眼睛為生活方式 就把生活方式 裡面的劇情 變成你的場景 反過來講 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 把場景標籤化 就把場景塑造成小眾文化 他們現在在講的 就是一直在講 我們昨天裡面也有講的是 那個什麼 同溫成行銷 我們昨天講的 艾倫迪博的 同溫成行銷九宮格 還記得嗎 昨天我們才剛講 OK Aundeebo裡面那一個 你也要了解說 他用的就是一個 同溫成行銷模式 他說 你如果可以把場景的運作 把它形塑成是一個 你的 同溫成的一個組織小團體裡面 用中來運作會有更大的成效 然後 講的是 以用戶為中心的全通路化 就是 你一樣在創造這裡面 你就要以他用戶裡面的 所謂的關注點作為你的 你的未來的同溫 一些 模式 然後裡面第七章 第六章也有講到的是社群 社群的模式 然後他這邊提到以前 中秋節剛過高的這本書也提到中秋節 他們之前其實他幫邏輯思維有創造一個 中秋節的活動 月餅活動 人家大部分會講說 中秋節買月餅就是我買送給人家 但是他們大陸玩的是什麼 他們到現在玩的情況是玩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意思就是我買這個東西 我什麼東西買貴的或怎樣還是一樣八包之比 可是像他們現在不是要玩這樣 他們羊毛出在狗身上 但是是有豬花錢 所以你懂他意思嗎 羊毛出在狗身上但是是有豬花錢 你要聽我 他們玩的裡面就是玩這一款 你要吃月餅 你去點給別人 叫別人來買給你 而且在買的過程中你還可以玩遊戲 最後點擊購買的人 但是付費的人是別人 但是送東西是送到你手上 台灣人有人這麼玩嗎 好像還沒有 可是大陸玩的很瘋 玩的很瘋 所以這個 其實在台灣 這種玩法 為什麼玩不起來 也是有一個點 當然要玩這種太簡單了 他們在購物的方式太簡單了 有時候 人家說在購物的時候是一種非理性 有時候我昨天那一本 艾倫帝國那一本也講到說 很多人在買東西的時候 都是一種非理性的模式 來買東西 然後買完之後才把 才用理性來合理化他 這種活動也是一種在一種 情緒非理性下的 動作 大家一窩瘋在玩這個遊戲 然後大家說 你給我買東西送給我 這什麼的 然後 好啦 怎樣怎樣就按下去就買 就按下去就買 跟來台灣就差很多了 他們的生活世界大陸的電商生活世界是一個按鈕就解決任何事情 他們的支付寶 他們的微信就是一個按鈕就解決任何事情 不像台灣還要 最快的說你自己刷卡 要這邊拿卡出來 然後去填入你的卡片 填完卡片之後你要等 銀行有時候還要認證碼 那這邊啊 如果台灣不推啊 不是我 我們知道這個不是不推啊 是推不起來 情境 沒有人家那麼即時化 OK 羊毛住在狗身上由豬富錢 想一下 OK 然後他在裡面 還有幾個比較著名的是說 要解決 他裡面這個我講給大家聽 在理解行動互聯網時代的消費精神 他講的是說 想要 而不是需要 這我一直在講 昨天艾倫迪博那一本也有一次講 他是把想要把他渴望 渴望的那種 那種力道就更深 想要還比較 那種渴望 就是他內心發出那種強大的力量 他想要幹嘛 你行銷 你推銷產品 你要創造的議題是要去做 去往這點去著 著力 是著力人們的渴望 他渴望 什麼 而不是 他需要什麼 需要健 我們對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他需要健康的身體 所以他們講說買一部跑步機 可以維持健康的身體 所以你跟他講說 買一部跑步機啊 你可以維持健康 你每天在那邊跑步啊 跑跑跑 你可以維持健康的身體啊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可是那力道不強 大家知道嗎 每個人都說 每個人知道維持健康的身體啊 不可以吃冰啊 不可以喝冰啊 不可以吃炸雞 不可以吃鹽酥雞啊 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抽菸啊 可是他不照抽照喝鹽酥雞 還是每天照肯 肯德基啊 麥當勒還是每天照吃 一切啊 吃兩吃 OK 應該跟他講的是什麼 你想一個40難歲一個中年大肚子 你想要有你40難歲還是維持一個 六塊肌嗎 你想要維持中 不讓別人當成你是中年大叔的樣子嗎 你像有一個 像韓國男星 40歲 還是 結實的身材 你渴望有這種 這種 外形嗎 造一個夢給他 這才是他的渴望 跟他講健康 不好啦 健康什麼時候才會去懂他有沒有效 等他真的在痛的時候才會有效 OK 所以為什麼 健康產業的時候做不出來 在年輕人做不出來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不會痛 然後再過來第二點是說 追求極視感 所見極所購 就是你要 場景要知道說 你這東西馬上這邊看到 是他 他真是買到了 所以你要創造到場景 他買的東西 他看到的東西 知道他買了什麼 所以現在VR的東西 一直出來 今天 LB已經發 已經發表出來 FB LB 他的 VR 已經全球開放了 所以我等一下 明天我去買他的作品 裝備 我來介紹給大家怎麼來玩這個 那我會買那個360度 那個 Samsung360度 那個 那個攝影機 我會明天來介紹給大家 怎麼來玩 Wuya 他在講態度比功能重要 你要製造是你的服務態度 不是在講求你的功能 消費者是要 讓他感覺到 你 你 產品的熱情 而不是產品的功能 產品功能是要有 但是你要讓他感覺的是你產品的熱情 就在裡面講的 然後是追求價值的敏感性 而非價格的敏感性 那裡面講到一句話 就是流量重不重要 流量重不重要 流量重要但是越來越不重要 因為現在 大部分像你說淘寶 天貓 那些很大的流量 京東 很大的流量 可是去那邊的人 大部分都是怎樣的人 會去那邊 為什麼他們會去那邊 他們的追求是價格的敏感度 它裡面就有講到這兩個字 價值敏感度跟價格敏感度 價值敏感度是在追求你的獨特性 你的稀有性 你產品的獨特性 你產品的稀有性 這叫價值的敏感度 價格敏感度是在為了省一塊兩塊 這種 那我們都說過 當你的產品 當你的品牌 當你的企業是為了價格而戰的話 那你死定了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些書新 為什麼我找這些書出來 都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在做企業不是要在做價格企業 我們是在做價值企業 OK 那裡面也是自我表達 小眾認同 超過大眾評價 結果他意思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都要展現出來 你自己獨而去來宣傳你自己 然後在你的先 你的小眾市場中 我們講的同溫層市場裡面 去經營你的 行銷脈絡 先把你小眾裡面的 同溫層裡面的行銷脈絡先建立起來 再整合我們昨天阿倫迪伯那邊 Copy Copy 再Copy OK 然後 他講社交網絡評價大於現實 意思這個都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 網絡講的話 人家相親的程度大於 人家相親的程度大於 一般生活中講的話 都很明顯的嘛 你跟你網絡世界可能應該是比較好 OK 這裡面講的就大概是這樣 那這裡面他後面有講 他後面其實都有介紹一些 實際案例 實際案例 但是就如我所說的 他這案例 他這本書 吳生這本書是2015年出的 2015年出的 所以裡面的案例都是2015年之前的 所以 我感覺是 這我就要講台灣 大陸現在出書是非常快 非常重要 所以不能講 大陸人多啊 競爭大 所以大陸在出書非常快 尤其像我 明天原本要講的另外一本書是 是一個翻譯書 翻譯書 我前兩本都有翻譯書嗎 今天講的就是大陸書 原本是要講一本 一本 一本 我等一下再來看 我來講 講另外一本 今年大陸才出的二月才出的一本書 原本是要講這個文案 原本是要講這個文案 這個我先繞著 我先來講大陸哪一本書 大陸出書是非常快 有些國外路有些學者 有些著名的一些學者 有一些英文元素出來 大陸 沒多久馬上出來 可是台灣 幫不到 幫不到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在買大陸的書 也是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 美國的書有出什麼書我不曉得 因為有時候追了沒人追那麼多 但是我追大陸這邊 我 從他們的一些新書裡面 我就知道說有哪些 哪些國外有哪些學者書新書 這是 我現在在講的我的 為你念書 我的粉絲團裡面 我的公司所做的一個服務 我誇張公司裡面做的服務 這是 一個是 其實我 這次也是 為 其實也是 為我的股東 為我的客戶 其實我也是在做 那我就公開給大家 因為我有跟我的 客戶講說 我是你們的顧問 你們想要來了解 其實我是希望說你們是真的有時候會懂一些 尤其你們在操作沒幫我操作的話 那我 沒關係 我們是會來幫你操作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 不能講 自誇高手 那應該是沒什麼 我們自己知道懂什麼 但是你們比較 不懂 沒關係 我們來會來幫協助你們操作 但是我還是希望我的客戶 最好懂一下一些行銷的一些概念 OK 我以後再跟他講話 我就比較輕鬆 不要解釋半天 OK 所以我為什麼做這個也是 其實也為我的客戶 說你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在幫忙你們 你也可以了解 現在最好的行銷手 等你真的懂了 你以後可以跟我來討論 你們的公司層面會怎麼來行 那我 其實反而更輕鬆 OK 所以我這次在做也是 在幫我的客戶 上課程 上教育課程 接著來講 還是說 反正就給大家一起聽 一起聽 大家聽了 有接受 喜歡我的釣釣那就聽 如果喜歡釣釣那你就轉台 OK 人生苦短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苦著臉 在看我直播 沒有沒有 這回事 人生苦短要快樂一點 OK 拜拜 我明天 明天就來講那本 自傳美那本書 自傳美那本書 我明天再來講 那本書就比較厚一點 可能要分個 又要分個好幾集來講 那這本書不是建議大家不要買的 因為這它裡面的一些場景 蠻多是大陸的一些案例 台灣你沒有去接觸大陸 你不曉得這些案例 因為我們是有在接觸 我看到這些案例我都懂 都知道 那你想要了解說大陸現在已經發展到什麼樣子的話 你自己要給自己一個警覺的話 買來看 不錯 大家也可以知道台灣的電商跟大陸的電商差距在哪邊 這樣才有比較深的認知 OK 拜拜 要有挫折才會成長 拜拜